兄弟们胖猫的事情是这样的 故事的男主胖猫今年21岁 生活在湖南 他的游戏天赋极其过人 凭着自己出色的发挥 拿下了多赛季的国服孟提 以英雄技术被朋友发掘 于是做起了陪玩和带恋 因为年纪小啊 没怎么谈过恋爱 对感情还是充满了期待啊 在一个语音软件里 邂逅了我们的女主小蛇 这个小蛇今年28岁 是一位重庆人 常年游走在各个社交语音平台上 寻找属于自己的工具人 小蛇凭着自己有那么几分姿色 哄骗各种小男孩给自己上分 在他遇到实力强劲的胖猫之后呢 小蛇立马把之前的工具人都抛之脑后啊 毕竟他们的技术对胖猫来说啊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正所谓女追男隔层杀啊 28岁的小蛇那是心怀鬼胎 心机非常非常重 不停地引诱胖猫啊 而平时那时照片没少发 语音没少打 而胖猫对小蛇那时越矮越深 沉迷其中 于是便开始了主动追求 可不曾想这只是小蛇的套路啊 为了追到自己的心上人呢 胖猫开始了帮小蛇打号 在一些节假日呢 更是会给小蛇抱金币啊 两人终于是顺理成章地走在了一起 可之后的恋爱并不是一帆风顺啊 因为在一起很久了啊 两人后面也是奔现了啊 没有经历过这些的胖猫 一下子就沉沦了 吸血鬼的小蛇 那是天天要这个要那个啊 只要小蛇要 胖猫就给 小蛇表示自己想开个花店 胖猫听了小蛇说的这些话 那是欣喜若狂啊 更是没有半分犹豫 为了让自己未来的老婆开心 二话不说呢 也是转了过去 小蛇逐渐发现这个小弟弟 居然比一些糟老头子 还能抱金币啊 于是为了更好更方便的控制胖猫呢 小蛇便以异地恋 不能相见为借口 明里暗里的让胖猫来找自己 还不忘给胖猫画大饼啊 那就是你来了之后呢 直接住我家对吧 每天你只要负责打单子挣钱 我就负责你的一日三餐 日常起居 咱俩呢 一辈子幸福就完了 胖猫听了小蛇的话 那也是心吃神网啊 不顾家人的阻拦 一张机票直达重庆 可到了之后呢 小蛇去拒绝胖猫 住进自己家 对吧 让胖猫先自己找个出租屋住着 等自己适应了 大概的同居生活呢 就立马让胖猫进来 满眼都是小时候的胖猫 哪里会在意这些呢 只是觉得在重庆了 离自己的宝宝又近了 能见到已经是莫大的喜悦了 于是胖猫每天 就在自己的出租屋内 用了不少 一个月有个两万多 而所有的钱 交完房租之后呢 全都转给了小蛇啊 甚至有一次赚了三四次 真就又当又利连吃带拿了呗 最后告诉胖猫要分手 这恋爱期间累积共要了51万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心慌吗 就这样一分手 一直折磨到4月初 说实话 胖猫除了网上的朋友呢 已经和家里联系的很少 不算多了 因为真的每天都在忙 没时间 除了睡就是在打单子 他的世界里呢 真的只剩下小蛇了 而如今 自己的世界要离自己而去一回 想到自己曾经付出那么多 这么大的一个沉默成本 这让胖胖猛了 当然心也死了 根本没有重来一次的勇气啊 在多次尝试挽回无果的情况下 胖猫的一个也是 一个人孤独地来到江边 将自己最后剩下的66000 统统转给了小蛇 还从小蛇的花店里呢 订了一束780的花送过去 说最后的挣扎 可惜小蛇那是钱收了 但是手还是要分的 最后胖猫看着手机里 小蛇发的信息 你回湖南吗 心如死灰 他早已回不去了 就这样在异地他乡 在4月11号的凌晨 闭眼跳入了冰冷的江水之中 结束了自己 一年仅21岁的生命 人都说落叶归根 可湖南的那片落叶 终究是飘零在了重庆 你可以说他傻 说他蠢 但永远不能怀疑他的爱情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胖猫他活成了一股清流 他追逐自己所爱的勇气 我等永远不及 爱情确实是无私的 但他同时也是彼此的 没有双向奔赴 谈和相爱呢 最后希望大家 在理性游戏的同时 还要理性谈恋爱 不要太过沉迷